台東好物計畫啟動 即台東好物甄選以及標章設計政見活動 在溫樂團的阿卡貝拉演出之後 揭開了啟動記者會的序幕 為了發展台東地方特色產業 台東縣政府今年推動台東好物品牌形象 輔導及通路行銷整合的發展計畫 6月4號這天在縣長黃建廷 以及各界的來賓共同節目之後 正式開跑 那這當中 經濟這個尤其是我們在地特色的這些產業 是扮演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爭取到中央的補助 我們地方也配合了一部分的經費 來推動這個台東好物的計畫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品牌 幫台東業者一起搭台東品牌這個選項 那接下來我們再會去推動產品的標章授權 那這個標章當然是由縣政府來做這樣授權動作 對於消費者其實它相對也是一個保障 台東好物計畫執行總計三年 預計將會執行五次的領選作業 好物產品領選第一波 申請作業從即日起到6月19號為止 而申請的類別將會分為特色食品 以及文創工藝兩大類 只要是台東縣境內各地特色產品業者所生產的產品 而且具有在地特色 原創設計 品質口碑等幾項的特質 符合法令規範都可以報名申請 勇敢為自己的鄉里築夢 只要是我們的產品 那麼獲得台東好物這樣的一個認證標章 那這個就是我們未來要主推的 要力推的產品 我們有限的資源 我們要去來幫助誰 我們希望幫助這一些經過我們評選 有創意 有好的品質 沒有食安的顧慮 然後它是有非常在地的特色 這樣的台東好物 整個計畫裡面會有一定的要求 各種各樣的條件 有合法的工廠生產的 然後內容的標示 還要經過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一定程度消費者 消費市場上面的考驗檢驗 那我相信這個在整個執行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很認真嚴格的來執行這樣的一個計畫 因為這個是台東第一次 這個等於是推動出來這樣的一個 台東好物 有一些產品在市場上已經銷售的不錯了 那也許掛著台東好物 還有一點加分的作用 那我們更期待 有一些創新的產品 還沒有在市場上面 已經是非常吸引人的 我們如果透過台東好物這樣的真點去畫 把這個標章掛上去 將來我們行銷整個台東的這樣的一個品牌的時候 也能夠讓他們的產品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 即時Q&A 歡迎有興趣了解如何申請獲得台東好物標章的業者 踴躍前往參加 東台新聞溫格台東市採訪報導 讚讚讚讚 5 3 感谢观看